我是霸主 我莫名其妙地穿越到了恐龙时代 但是我之前的记忆全部消失了 天空中的幕后者告诉我 集齐三块上古神器 并可启动传送支援 带我回到属于我自己的时代 哎呀 怎么今天感觉凉馊馊的呢 哎 我的手臂 我的天 怎么回事 我去 裤子都没了 哎 我的腐化状态被解除了 我又重新恢复了自己的肉身 难道是 服侍河水它的腐化作用 有一定的有效期 应该是这样的 今天我要抓紧时间 把这个防御据点 见识起来 先采集一些石头 那边还有一只恐熊 晚点解决了它 哎呦 屁股好冰啊 不过这样还是蛮凉快的 好了 先把附近的威胁清除掉 把地上的果子和种子都采集起来 哇 之前还没有特别注意 原来这里是一片蘑菇林 这里的树木十分茂密 生物也非常丰富 一片生机盎然的样子 所以要建设据点 这里还真是个不错的地方 我要开始在悬崖平台铺上地基 先从里面开始 然后向外扩展 OK 这样我们就把地基铺成接近圆形了 然后继续铺满里面的空隙 OK 现在我们需要把天花板向外延伸 好了 悬崖平台 地基完成 从这边 他们还是有机会过来 所以我需要坐上围墙 还有这边 好了 制作一个机床 还有两个精炼炉 开始炼铁 搭建天花板 上面用来摆放防御炮塔 安装楼梯 继续扩展天花板 装上研磨器 目前水泥只能自己磨了 现在我还要去一趟蓝区 那里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带回来 既然我已经解除了腐化状态 罗克维尔应该就感受不到我了 他现在只知道我的蘑菇林山顶据点 并不知道我的具体位置 所以现在我的山顶据点 是罗克维尔的唯一目标 只要我能守住 就万事大吉了 就算我的山顶据点被他们攻破了 只要我一撤 他们想找到我就没那么容易了 现在我要先去之前的七三满养殖基地 在那附近还有我的气体收集器 到现在那两瓶应该都装满了吧 距离不远了 那么就算我已经忘了 我来给你我觉得 还有我再来 我一会儿 那么我就能去 你能去那边 那边 不可以 那边 那边 我去那边 我去那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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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